OK 現在呢 我已經到這個MRT的捷運站了 那我現在剛好還要大一站而已 那所以呢 我就直接去這個單贈票 因為他們的習慣啊 因為他們最主要是 他們沒有像台灣一樣 你買UO卡的話 它有打折 他們好像是沒有打折的 所以呢 一般來講 他們都直接買這一種一次券 我看很多當地的也都是這樣買 那我現在呢 剛好只要大一站而已 所以我就先去買一個 然後呢 我剛剛走的林田裡面 這邊剛好有15塊 這個是5塊 然後這個是10塊 然後我記得沒有錯的話 一站是15塊啦 大家如果不確定要花多少錢的話呢 可以來這邊看一下 我們現在在BL21站 那我呢 要去的是BL20這一站 那20這一站的話呢 它一樣是15塊 就是它上架 一站都是15塊 那第二站的話是17塊 它是每一站都有加錢的 OK 然後大家來這台移民的時候 因為不用緊張 如果這個螢幕啊 這個螢幕大家看不懂的話 因為這邊是泰文嘛 不懂的話呢 我們要去按一下右上角這邊 右上角這邊有一個英文顯示 按一下之後呢 它就變成英文了 這樣大家就看得懂了 那接下來呢 就直接點選你要去哪一站 我要去這一個 九四這一站 九四這一站 诶 怎麼變成17塊了呢 OK 現在我們就先投錢吧 把錢投進去 然後現在投給20塊進去 投進去之後呢 它就開始 有一張捷運卡 然後還有 找零的3塊錢 然後我們看一下旁邊這一個票價表 應該是有改過 啊對 漲價了 它起跳呢 現在是17塊 這邊呢是成人票 這邊呢是學生票 然後這個是老人跟小朋友的部分 所以呢 漲價到17塊了 OK 那以上就是這一個 MRT的簡單購票的說明 其實很簡單 它其他 其餘的部分呢 就是跟台北捷運是一樣的 你進站的時候 靠這個感應 然後出站的時候 把這個投進去票價裡面就可以 蠻簡單的